嗨,我们是开车韩王,我是米小鸭 今天我们就从满洲里出发了 在满洲里我们待了三天 在这个地方呢,满洲里是一个县级市 其实整个县城的一个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非常值得玩的 在这里呢,它因为是在中俄蒙三国的一个交界处 所以它在这里的话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抑郁风情的地方 那在疫情来之前其实这个县城里面满大街的全是俄罗斯人 但是现在受了疫情影响 所以但是呢,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俄式的或者是欧洲的那种建筑 包括各种套娃,酒店啊这种啊 非常的有不一样的感受在这里玩的话 而且色彩非常的多 对,非常非常适合拍照 非常适合拍照,因为这边蓝天白云也特别好看 再加上建筑的颜色和形状都很好看 太适合女生拍照了 哎呦,前面下雨了 哇,我们现在正离开满洲里的方向呢 就开向了一大块乌云下面 听得到现在很大的雨声吗? 我感觉这个雨水里面有这种小的橘子 另外满洲里,我自己也有几点感受 一个就是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是行车位非常的多 它安排的非常的紧凑 不管是人行道上还是它的飞机车道上 飞机车道上面都安排了非常多的行车位 行车很方便,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的干净 路上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垃圾或者污水这样的东西 给人很舒适的感觉 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边境小镇 在中国的非常边境的地方 这个小镇站那小县城站那是建设的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而且我们在这边的话你可以体验到非常正宗的 正宗我不是很知道 但是非常好吃的鹅餐 那我们之前视频里面也会有两家 一家是比较稍微贵一点的 环境很不错的 另外一家就是比较平民清零一点的 两家味道都不错 大家来了满洲里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鹅餐 是的 那今天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满洲里就玩到这儿了 那大家如果来那么古玩的话 我们满洲里多门警局才坑不是我俩子姐 哎呀这个就大家看过视频那就知道了 还是看到多门了嘛 对对对对 好了然后这个小县城 刚我们也讲到虽然那个规复不大 但是经济我感觉是比较发达的 在这边的话就是麻雀碎桥五藏五藏俱全 这边机场这个这边机场也有 然后铁路这些都非常发达 包括整个城市里面是各种的配备都是非常好的 再加上还有万达都有 可德基什么的都有 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比我们就是就是 东户地区的一些小县城可能都还要好一些 对所以真的可以来这边的这个边境小城里面感受一下 那我们就今天先先继续出发吧 前往黑山头镇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黑山头镇 然后行程是200公里 行驶的时间呢会是三个小时 好走 好我们学会了一首被轰吹过的夏天 来演唱给大家听 预备走 蓝色的思念 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 暗期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 好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 蓝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 不过一切的时间 又再回到从前的那刻 不风吹过的夏天 chapter 好 Ecuador 几乏 应赞 区 我们 distributor 拿 勥 擢 逢 给 操